我们来看一下不一样的图形 它很远还是很靠近 它们代表着什么东西 基本上简单来讲 你看A跟B 就是我刚刚讲的东西 A跟B 在哪里 我的脸 A很靠近 很靠近 看到吗 代表哈拉书 你看这个tickle tape 完全是走直线 对吗 走弯线 那你可能用直来量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用哈拉书这个字 而不是拉书 我们用velocity这个字 英文 而不是用speed 知道吗 当然用speed也可以 但是比较准确来讲 是用velocity的 哈拉书的 它会常常用到这个 所以你看每个点都很靠近 那个直你要小心考试 你要看它方向是往右移动 还是往左移动 你看它箭头吗 这边 Aragrakan往右 Aragrakan往右 directional movement往右 就是讲 那个车是这样移动的 哈 这里先 这里是后了 就是讲 右边是先的咯 左边是后的咯 这个CD表有关系到 我们先讲 很靠近就是讲 很慢 很远 很远就是讲 那个车走很快 因为那个真的速度 是一样快的 所以如果你的车走很快 它 你就会 那个针还是一样这样快 你的车走很快 就是讲 它每个针之间 那个子已经走很远了 它才插下去 你知道吗 它才度下去 你才看到那个点 OK 接着 因为那个针是一秒钟五十下 你要记得这个东西 等一下要用到的 OK 接着 如果它又远又近呢 首先你要看 在我讲 你要看它怎样移动 它移动往右边是吗 就讲先是这样 后是这样 看啊 它往右边动 就讲它的 你是往这样 往右边方向拉 对不对 所以这里是一开始 讲写了 右边是开始 开始来的 这个是结束来的 对吗 就是讲 一个是先 一个是后来的 结束 结束 一个是先 一个是后 我英文我写先跟后 是哪里开始 哪里 不要啦 开始结束 OK 中文默 它一直跳 对 看今天的这个字 开始 结束 你只要写下 OK 哪里开始 哪里结束 可能你可以 做一个小笔记 自己画一下 如果是完全没有 print出来的 一样啊 这个东西的 也是一样 这边开始 这边结束 所以我们写 我们看 开始点很靠近 就是讲 开始 慢 结束的时候 很快 就是讲 这个车 正在 越来越快 对吗 合理吗 讲啊 开始哦 这个是慢 对不对 点点点 很靠近啊 慢 结束的时候啊 往这边是 快的 因为点点点 很远 就讲这个东西 正在加速 你看到吗 velocity increases 速度 代表它的速度 增 速度 增加 增加 OK 马来文 那边看到啊 OK 开始哦 点点点 很靠近 就是慢 结束它 点点点很远 就是快 从慢到快 就是 速度 增加 逻辑哦 相反的 开始 这个点点点很远啊 快 这个点点点很近啊 它结束的时候 是慢的 看到吗 这个是开始啊 开始 这里是结束啊 所以你要看方向 你知道吗 走开始快 结束慢 就是讲它速度在 减少啊 对吗 逻辑哦 你要理解啊 要停了就算了啊 OK 速度 减少 速度降低也是可以 速度降低啊 下降 降低 降低 OK 减少降低 不要紧啦 总之是 Velocity decreases 哈拉朱不可让 会看吗 啊 就是这样罢了 OK 来 我们来看你讲算 OK 讲算啊 要小心啊 OK 讲算什么东西 你可以用这个来算速度的 你知道吗 为什么我们要这个 我们可以算速度的 OK 我们只是拿一部分吧 所以可能你的扯移动啊 它的移动只是你 可能就是你的实验室 桌子的长度 这样罢了啦 当然 没有可能那个小小的 那个玩具车 这样实验室的车 从你的客室A 走到去另外一栋 Lowblock V 之类的嘛 是不是 你这个只要量几多哦 我们只是坐一个 小小的距离罢了 就是可能呢 它的位置啊 只是你的一个 实验室的桌子 它只有走降 然后我们也不用拿到 完整段那个 那个 Beta的贴 我们那个贴 我们只拿一小段罢了 比如说我拿 我拿十个点罢了 OK 十个点要小心看啊 这个我要用笔了 我可以叫我的笔 画给你看 诶 笔呢 它有出来了吗 OK 你看啊 所以这个十个点是怎样啊 如果你真的算点啊 不是十个 是十一个 你看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六个 七个 八个 九个 十个 十一个 你看到吗 刚刚我这样算 总共有十一个 可是这个代表是 十个 的贴 OK 十的贴 真正来讲 十一个其实是 十个点罢了 10贴 罢了啊 你看到十一个点 总之你算到一个点 好 你要减一 OK 如果你不算点啊 真正来讲 的贴 不是算点的 OK 的贴 不是算点 是算中间的空间 如果你算中间空间 就会准准是十个 一个 看到吗 两个 算空间啊 三个 四个 五个 六个 七个 八个 九个 十个 准准十个 看到吗 所以通常呢 他会给十个 但是不一定啊 这个我可以跟你讲啊 只是可能 80% 他会给准准十个 有时他会给六个 五个都有的 你要自己算一下 OK OK 为什么要知道 这一个呢 因为点跟点之间 是时间来的 记不记得改我讲 一秒钟啊 那个机器会点 多少个点 一秒钟 他会点 五十个点 对吗 你可以拿 考虑来除 一秒钟分给 五十个点啊 也就是五十个 每一个 是几多啊 时间 当然是很小啦 但是那就是时间 其实单在这边了 这个哦 我们可以背起来 你就不用每次重做了 每一个 的 date 是 0.02秒来的 你可以 思想 考虑 按一秒钟吗 分给 五十个点吗 一除五十 是啊 一除五十 0.02秒啊 所以也就是说 每一个点 是0.02秒 我们算的 date 来做什么啊 我们要知道的是时间 所以有几个点 代表这个是时间 五个点的话 你就拿 五成 0.02 十个点的话 就拿 十成 0.02 所以这一段路线 他用了 0.02秒来走啊 你明白吗 因为我知道 一个点 是0.02嘛 这里有十个点 对不对 十个 date 所以十成 0.02 就是讲 这一段路 其实他用了 0.02秒 当然 整趟路程啊 你的整个桌子啊 他要走完 不止 可能不止 一秒啦 可是我只是拿 我这样剪出来 这一段路罢了 我只要算这边 这一段路 他只用了0.02秒 因为是十个点 如果他给你五个点 就5成0.02咯 明白吗 OK 时间有了 因为我们要算 什么 我们要算 什么 速度等于距离除时间 这三个东西啊 我要算速度的话 我要距离和时间 时间是0.02秒 现在啊 因为十个点啊 距离咧 没 那尺量 因为那个线多 不是线啊 这一个比达啊 这一个 纸多长 代表你的车走了多远啊 对不对 我只要这一段路 就是讲 我只要这一段 这样短的 你就拿十两咯 0.12米 你量出来是cm 你要把它变成米啊 知道吗 考试 或者是他给米 如果是cm 你要变米啊 因为答案都是用ms-1的 你看到吗 通常 如果答案是用cm的 你就不用换了 如果换答案是m的 你就要cm换成m 差两个零罢了 所以这里 他已经给了 0.12米 所以速度等于距离除时间 距离0.12在上面 时间 0.2秒在下面 看到吗 答案了啦 0.6ms-1 一样咯 速度等于距离除时间 就这样来的 OK 明白吗 大家 OK 他掉下 看这边 英文是一样的啦 所以0.12除10个0.02 就是0.12除0.2罢了 OK OK 有时呢 他会出这样的 哇 有这样多图的 其实他是讲很长的字吗 他每10个点算了 就剪一段 每10个点就剪一段 每10个点就剪一段 他剪了这里 他剪了123456 剪了6段出来 看到吗 他讲是往那里移动 往右边移动 就是讲哦 如果这样看的话 你看方向啊 这里是 这里啊 是 先 这里是开始 因为他往右边移动 OK MASA 其实这个有时间的 不能这样讲了 OK 这个阿拉格 不要紧 你看哦 他时间是这样 时间的箭头 往右边 一定是 时间比较长的时候 就讲其实这里是开始啊 OK 他打横放 他才是 他才是什么 才要跟那个箭头 不然的话 你跟表就好了 OK 首先一开始 这里是开始来的 哦 因为时间啊 如果我们画一个表 应该这样讲 如果我们画一个表 这样哦 哎呀 这里一定是领埃的嘛 对不对 现在他这一个线是时间啊 像这里可能是 1秒 2秒 3秒的时候啊 你明白讲过吗 啊 所以哦 这里一定是开始来的 OK 然后过后啊 这边是结束 结束 OK 所以你看开始结束 全部都一样长的 他每10个点 就剪一段嘛 对不对 长度一样 就是讲 他的速度 是固定的 没有加速 明白吗 percutan是加速啊 加速是零 哦 他的速度是固定的 这个啊 速度固定 固定 percutan呢 加速是吸法 没有加速咯 加速 是零 零 OK 速度固定 加速零 没有加速啊 速度固定 就是没有加速啦 看到吗 constant是固定 解一下啊 zero acceleration 没有加速啊 OK 下个video 我们再继续先 我们再继续先